美国总统大选开始投票了 而各界都在猜测 谁将会成为白宫的新主人 是的 泰国动物界的小明星 猪如河马 弹跳猪就预测 共和党候胜人特朗普 将会成为这场激烈选战的赢家 动物园在社交媒体平台 X平台发文指出 他们为弹跳猪准备了两盘 装满火龙果和西瓜的水果盘 让他选择 而在左边的水果盘 代表的是特朗普 右边的水果盘代表贺锦丽 原方就指出 弹跳猪会选择代表特朗普的水果盘 是因为内盘的火龙果更大快 弹跳猪在今年7月第一次 公开亮相就火爆全网 全球有数百万的粉丝 被他可爱又笨拙的动作给吸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选择代表特朗普的水果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选择代表特朗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选择代表特朗普的水果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选择代表特朗普 小博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选择代表特朗普 那么先火爆全大 这一位温יז择代表特朗普ミ 朝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选择代表特朗普